杨超越的神徒真的非常抗打 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当初她能够被星探 从一众普通人当中挑选出来后 参加了101女团后被投票成团 并在出道后成为粉丝们心中的幸运经历 因为杨超越的长相分神 美得和普通人有病 整个人的气质透露出一种非常极致的单纯 五官就像是建模当中才会出现的洋娃娃一般精致 也难怪网友说 终于理解了她为什么会被力捧 这颜值得哪里都是顶级流量 简直是老天爷把饭味到了嘴里 本期时尚传达指南 就从杨超越这组路套照入手 为你分析她的户外休闲分传达思路 让你也可以轻松学会这些造型技巧 搭配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搭配金针校园造型需要注意的重点 装色搭配活力且青春色彩是穿搭的基础 没有优质色彩的穿搭会缺少灵魂 而杨超越这套造型色彩非常简约 但她搭配了浅灰和深蓝两种装色设计 使得整套造型的视觉冲击力十足 活力且青春看着真像个女大学生 根据造型风格 选择衣料在日常搭配一些比较简单的休闲造型时 最好提升造型面料的优质性 这样造型的风格会更加高级 哪怕杨超越穿了休闲风 丝毫没有敷衍感 她的这套造型中没有剧脂纤维面料的出现 通通采用纯练衣料 内搭的白色纯练衬衣给人一种少女感 杨超越外搭的灰色长袖依然采用纯练面面料 质感上加 新湿性也好 最后再搭配上深蓝色的牛仔裤 整体的慵懒休闲风一下子就被修饰了出来 非常吸睛 如何搭配出青春气息满满的校园风造型 风格慵懒 无必可以强调身材比例 杨超越这套造型很接地气 以前大家都认为女明星的美太精致 太有攻击力 但是杨超越穿上这套衣服后完全改变了风格 看上去像个中学生一样稚嫩 她的造型之所以很学生风 一是因为她选择的单品是上衣加裤子的组合 很休闲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杨超越的造型减少了三积分比例的存在感 她采用宽松版型的衣服将妖精默默被隐藏 这个套装可以将她的风格变得慵懒 有时候不必刻意强调身材比例 自然美感会让人觉得更有亲和力 叠穿搭配最高造型的层次感 想要在日常生活中轻松搭配时髦造型 最简单实用的方式就是提升造型的层次感 杨超越这套造型设计采用了学生校服的搭配眼里 灰色长款毛衣和白色打底衣的叠穿设计 打破了造型的单衣性 我们若想穿出杨超越的精致娃娃感 首先要挑选出足够休闲的单品 其次要会叠穿搭配并保持松弛有度的原则 这样视觉的光感会更加显得白瘦幼 简灵感十足 搭配青春日常妆容 乖巧学生气很多人在选择妆容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五官特性以及服装搭配的特色 导致协调性很差 违和感十足 杨超越这套装造是依据学生分的 为复颜妆打造而成 底妆呈现出自然细腻的质感 又十分精薄 看着像妈生好皮肤一样 不管是什么风格 都接受不了过于厚重的妆容 像戴了面具一样假 因此大家的妆容要尽量做剪法 像杨超越的纯色与眼妆的色彩饱和度都比较淡 只运用阴影勾勒出五官立体度 以及脸部的红润气色 使得整套装造的和谐度非常高 杨超越的底子很好 所以她的眉心设计也比较自然 淡淡柳月眉更契合学生造型的风格 杨超越主打的是阳光精致的形象 眼妆部分加强睫毛的毛流感 凸显了大眼睛的明亮度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灵动 搭配校园跟发型 高中身既是感杨超越这次的造型亮点 也体现在发型的选择上 高满尾太符合她此次的路透形象了 有人穿学生风很刻意 而杨超越的造型丝毫没有半嫩的嫌疑 显自然的原因是因为高满尾的点缀 她还特意营造了发际线某绒绒的碎发感 不仅可以修饰出完美瓜子脸型 还能使得面部平整度更高 获得不说杨超越真是天生精力 以她的颜值身材天生就是吃着晚饭的人 看了她的时尚造型才知道 普通人和她的差距有多大 不过大多时候 一个人的气质并不完全来自于颜值 好一笔也可以让你轻松美出圈 作为素人可以运用休闲风传达 打造精致学生感 学会仰超越的传达秘诀 轻松 DH自然不做做的天然搭配